金融市政府文化局針對美術館工程 總共進行57次的五玉錦抽查 開立了273次 此外設計建造單位部分 也開立了90項施工缺失 合計起來總共有363項缺失 廠商 承包的廠商 它主要是依照設計圖來進行施工 卻跳過了中間的繪製細部大樣圖縮 它直接跳過直接進行施工 而導致有363處缺失的部分 根據台北市建築工會的前理事長說到 施工品質最後的好壞是直接影響工程品質的成敗 所以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部分 在對於完成設計工作後 完成設計工作後 在施工前 它所繪製的這個施工圖 施工及細部大樣圖是不可或缺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你必須要依照這個細部大樣圖來進行施作 不然的話有可能會造成施工重複 或者是施工錯誤等等的問題 不僅鐵捲門裝帆 才是應當要裝設在裡面的部分 然而它完全是 就是因為沒有細部大樣圖 所以才會導致說它裝帆 工具間還沒有施作完成 新的天花板跟舊的工燈之間 有非常大的一個孔隙 天花板有縫隙 金屬牆面均有色差 文化局也依照契約規定 向施工廠商進行全部扣罰 契約內容 依照這個契約與其送審 或未送審施工大樣圖的部分 來進行扣罰 截止到今年112年2月15日為止 上有計畫書13項施工大樣圖10項 材料設備6項 試驗報告3項未完成備查 我們依照契約規定 將本工程的品質備用約314萬元 向施工廠商進行全部的扣罰 市政府強調設計監造單位 也要複起監督協調功能 市府將在31號邀集設計監造施工廠商 進行三方的協調會議來改善缺失 希望讓美術館盡快完工 開放民眾使用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